這個新聞講到了藍白河之後 那其實 現在呢就是要來比民調了好各派一個民調專家 那麼會來 看一下 從7號到17號的這個相關的民調嘛那勝者得點 誤差範圍之內呢也是侯友宜的部分得點 好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調查的時間呢 這個是 10號 13號跟14號 那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的一個 民調好我們看到賴清的33.8% 侯友宜的部分呢 29.9% 那這個柯文哲呢 19.9% 其實看得出來 侯友宜跟柯文哲來說這個 差距已經有變得比較懸殊了好 是贏過他幾個10個百分點了 好那我們來看到呢 其實有專家就有講到了 如果不管是侯科 或是科猴 好都可能形成一個蠻強的一個颱風 政治風暴 成形 那其實對於民進黨對於賴清德來說 這個地位可能會受到很嚴重的威脅 而且很長一段時間 在50歲以上的選民 好賴清德跟侯友宜 基本上來講是聯合壟斷將近70% 同時在40歲以下的選民 柯文哲這邊呢 是獨佔40%的 所以其實如果 侯科佩成形的話 那可能意味著他們的支持者 年齡層的貫穿範圍 是蠻大的 好我們來看到呢 前例委省富雄就說 正式登記之後要來成立 聯合競選委員會 那有些支持者一定會跑掉的 他說那無所謂 那你只要合的造勢或選舉 做得紅紅烈烈 一部分的跑票 當然啦在意料當中 可是沒關係 也不會重傷藍白和 跟賴消佩 真的有得拚 好那他說呢 這是很有可看性的 好我們來看到 亮哥說啊 純粹因為柯侯 誰贈誰負而流失的選票 其實大概只會在 10%以內 這場選戰最後的勝負 可能只有在 百分之三以內 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選舉 所以如果到時候 有人去搞什麼廢票聯盟 搞東搞西 那等於就是在幫 賴清德的忙 好我們看到呢 游英龍就講到了 其實最近的幾份民調 或是還沒公佈的民調呢 侯科佩都贏過賴消佩 有五到十個百分點 他情況看來並不妙 好他說侯科佩支持者 貫穿整個年齡層直達七十歲 接近完美的互補性 那賴消佩真的擋得住嗎 好那同時他也講到 藍白河可能嚴重會衝擊到 二零二四的立委選期 所謂的燕尾服效應 可能造成母雞帶小雞 跟贏者全拿的一個現象 好那他再次重申 他說侯友宜為政 柯文哲為富 這個已成為定局 好那我們來看到 其實呢很多人都講啊 這個雖然昨天打成了共識嘛 但是再也高興一天就好 亮哥就分析啊 說跟賴消一對一的話 那二零二四總統大戰 最後的勝負 可能是在百分之三以內 我們來聽他的分析 這個我們本來擔心的 什麼大西瓜效應啊 現在就沒有了 我看李泰青的抗好度 我跟你講 藍白河真的產生候選人之後 兩邊就真的是硬仗 硬仗 因為差距也不會太大 對 至少有硬仗可以大 對 本來是 我剛剛說到平秀林記給我說 本來是躺著選 現在終於坐著了 對 那接下來就要站起來了 那最後就是家當裡面的東西 都要拿出來了 本來是 扁鑽可能收起來 想說反正贏了 形象固好一點 那現在RPG都拿出來了 本來是有關刀啦 那現在扁鑽都要出來了 海內外的都要出來了 要 本來可能想說王立強2.0就算了 不要讓國安局介入太多 那現在不管了 不得不介入了 什麼招都來了啦 什麼招都來了 那 本來大概侯友宜 柯文哲 他們一定都有整理一些資料嘛 那本來大概1000頁 本來想說用300頁就好了 那現在要用3000頁 全部 全部都要來了啦 大概是這樣 那 也就雪拼了啦 就是下 下重本 所以 我的估計是 網路預算會鋪天蓋地 所以你接下來 所以你接下來 網路的各種 抹黑對手的手段一定會積多 但我跟你保證喔 不管誰贈誰負 兩個人都會被批啦 因為 因為不是你 你一個人在選 是兩種選民的結合嘛 所以他兩邊都要罵 兩邊都會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資料啦 都有啦 你知道吧 那 也不排除會有人來 故意反串啦 因為這個民進黨也很在行啊 對不對 他一定會反串啊 就是 把自己當作是 假設柯文哲是輸了 那他就會反串成民眾黨 來做一些留言 都會有啦 可是因為 時間還有兩個多月嘛 那 你長期看下來你就會看到 那個民進黨的 那個真面目 你會越看越清楚啦 選舉都是這樣啦 那 到最後我認為 純粹因為 柯侯 誰贈誰負 劉氏的選票 有限嗎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大概10%以內 18%以內其實票很多 對啊 18%以內票很多 因為我跟你講 這場選戰最後的勝負可能是3%以內 就很近嘛 是啊 因為我們講50萬 我們台灣的選民大概是1900多萬 所以 1%就是不到20萬 所以大概就是2.5%左右 所以是很激烈的選舉 好 今天要跟我們進行線上對談的呢 是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 淑慧姐早安 嗨 早安 好 淑慧姐我們來請教 昨天呢 當然藍白 這個二次協商 那當然達成六點的共識 大家呢其實都非常感動 也非常開心 可是剛剛看到我們的聊天室網友 當然也在講啦 現在才真正開始 藍白是不是其實高興一天就好 其實我昨天 也不是高興 就是鬆了一口氣 終於會合作了 但是我知道未來兩個月其實還非常艱辛 內憂外患 我們要安內 然後也要注意民進黨的攻擊 所謂的安內就是剛剛亮哥說的 我們未來兩個月要非常非常 用心在安撫我們各自的支持者 其實我們各自的支持者 因為過去兩個政黨的立場太不一樣了 那柯主席也不會言說他討厭國民黨 那國民黨支持者聽到這樣也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你為什麼要合作 所以像這樣子的這種氣氛在基層 當然是有一點瀰漫 所以我們都要一直去安撫說 兩個DNA不同的政黨 為什麼要合作 是因為為了台灣 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台灣 所以我們都會忍 大家都會忍下自己 現在的個人的一些 想法喜悟 因為台灣如果明年再沒有政黨輪替的話 不只是內政的問題越來越糟糕 還有安全的問題 所以未來兩個月除了 我們要安撫自己的支持者 更可怕更可怕的就是 民進黨的黑資料 民進黨的抹黑抹紅 我想接下來兩個月會鋪天蓋地的 開始出籠 這才是說選戰 我昨天說 選戰在2024產生一個台灣選舉史上的 戲劇性的變化 從11月21選前 這個50天正式開打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大陸 小沙特 日益 頂 文堡 大陸 面 最新鮮 紙